在香港對環保的知識是比外地會落後一點 不過不可以因為困難就不做這件事 最近紙包飲品回收廠 Mail for Mew Mew 不給續約的一試就提醒了香港人對環保的關注 但其實在香港 積極推動環保的品牌都不少 今天我們邀請到環保波鞋Kibo的創辦人 Simon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叫Simon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我小時候移民到澳洲蜜月本那邊 一直在那邊讀書 甚至乎開始工作 2011年回到香港 從2011年開始投入鞋業 起初Simon踏入鞋業就源自家族的生意 直至兩年搬前 Simon和客人聊起環保波鞋的概念 雖然很有興趣 但因為價錢打沉了對方的意欲 Simon就決定和老婆領立門戶 建立起Kibo波鞋 Kibo在日文的意思就是希望 Simon在環保波鞋又如何實現這份希望呢 Kibo 日文是希望 其實是新希望 New Hope 我們的品牌其實有兩個大理念 一就是環保理念 我們會給一些物料一個新希望 因為可以重生多一次 因為本來他們已經荒廢了垃圾 所以他們就拿回來 給他們多次的希望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我們的品牌 亦都支持一個反人後買賣的慈善機構 他們會救一些 Underage的小朋友 從Human Trafficking 所以第二個Pillar 就是給這些小朋友 一個新的生命 新的希望 所以這兩個Pillar 就帶出Kibo的理念 環保波鞋的概念近年越來越盛行 日本都是以再生物料 作為原材料去生產 從而減少生產途中帶來的浪費 我們開始的時候 就是用環保物料來做我們的鞋 我們用一些再生皮 就是我們拿一些舊的皮邊 荒廢了皮 然後打碎它之後 再加一些再生膠瓶的Fiber 然後壓成一塊新皮 我們也會用一些再生膠瓶來做鞋帶 做我們一些耐理 然後會用一些再生棉 來做我們的鞋墊 甚至乎有些再生的橡膠 來做我們的鞋帶 現在就到此我前面這兩雙鞋 你也有提及過 那這些呢 我們就 你可以說是升級一個層級 我們就去到這個BioBase 即是用一些天然物料來體現出來 就是用什麼天然物料 就是用蘋果渣 蘋果渣 我們會做一個步驟 做成一個粉末 然後粉末做Fiber 然後Fiber 做一塊新皮 然後我們就用來做一些皮的部分 做我們的新系列 Simon藉著家族的生意 在製鞋界打滾多年 在他眼中 其實現在的製鞋業 和過往有什麼分別呢 最大的分別就是 其實你說舊式 現在還在散 舊式就是 大產量 薄利多燒 都想做得越多越好 其實還有很多工廠 也有很多客人 都是來行這個模式 不過我和Kubo 我們的理念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我們想挑選一些環保的物料 是一個ethical的生產流 來做我們的鞋 其實要把關係 花時間 花心思 成本都會比較高 不過我們就覺得 對於這個社會 對於這個環境 是需要的 但是不論過去還是現在 在香港推動環保概念 都是很難的 作為環保波鞋的創辦人 Simon 又會怎麼看這種障礙 在香港 對這個環保的知識 是比外地會落後一點點的 不過不可以因為困難 就不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都體驗到 其實這個環保概念 是一定要做的 你都看到現在天氣 世界都很惡劣 所以這些其實全部都是 污染制成的 其實你說這個 這個化學業業界 這個製業業界 其實全世界來說 抗和油 其實是第二最大污染的業界 所以一定是要有些事情 我們可以 要做到 所以難 不可以是一個藉口 除了環保之外 Keyboard波鞋 部分收益 更加會捐款到 反人口販賣組織 Compassion First 希望除了拯救兒童 亦可以幫助打擊人口販賣 除了救兒童之外 他們都會做好一些 outreach 即是和一些 community 會教育他們 因為在印尼 有很多的 community 都是很貧窮的 其實他們就不知道 什麼 看不到什麼出路 導致他們其實 他們的概念 就覺得 我有個小孩 那我就賣掉了 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想法 真是 真是 不可憐 不過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 實際的 option Compassion First 也會 教育這些 community 教他們 不只是 賣給小孩的 option 他們會教他們 什麼手工 還有一些技巧 可以賺錢 環保波鞋 固然可以減少生產波鞋的浪費 但最重要的 都是依靠著消費者的節制購買 從而減少著不必要的生產 令整個做鞋行業的炭足跡減少 來到最後 希望Simon可以就著環保 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環保是 個個都需要參與 你不要想 大機構做就可以 他們有大一點影響 我就呼籲大家 觀眾 你不要想自己 只是一個人 你做的事情 除了影響自己 身邊的人之外 你身邊的人 也會影響他們身邊的人 其實這個影響 是一路一路可以擴大 我覺得你一定不要想 你只是一個人 兩路可以擴大 我對這個影響 我希望我非常適合 沒有人 它是在每一個人 我唱一唱 你是最初的 你才是 你唱一唱